一名駐南韓的美軍疑似是要躲避遣返 美國接受紀律處分 十八號是趁著參加板門店觀光團的 機會跨越了邊境 進入北韓 美國國防部已經證實 這名士兵是叫做 崔維斯金恩 據信已經遭到北韓當局逮捕 另外北韓也在今天清晨再度發射兩枚 短程的彈道飛彈 美國國防部十八號證實一名駐南韓 美軍在南韓時間十八號 擅自越界進入北韓 但並沒有使用叛逃字眼 強調會持續追蹤該名士兵的下落 證明進入北韓的士兵 美國陸軍已經證實 圍住南韓的美軍二等侦察兵 現年二十三歲的崔維斯金恩 金恩之前在南韓犯下襲擊罪 在拘留所關了五十天 一星期前才獲釋 交由駐韓美軍監管 並準備遣返回美國接受紀律處分 但美軍在押送過程中的疏忽 導致金恩逃離機場 以平民身份報名參加板門店觀光團 在當地時間十八號下午三點二十七分 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的軍事分界線 一名同團的民眾表示 金恩越界後還大笑三聲 這起事件也讓外界想起 美國大學生沃比爾遭北韓關押十七個月 好不容易在2017年釋放回國 但一次遭北韓嚴重電擊虐待 回國沒幾天就宣告死亡 美軍資源進入北韓 勢必會被金正恩政府當成跟 美國談判的籌碼成為拜登政府的新危機 而美軍越界事件當天 美國俄亥二級的戰略核資潛艦肯塔基號 也停靠在南韓的釜山港 這也是美國戰略核潛艦 時隔四十二年再次停靠南韓 雙方還召開了首次的核磋商會議 而北韓十九號凌晨三點三十分過後 連續朝日本海發射兩枚短程彈道飛彈 故事新聞就請編譯